第三个要跟各位分享的 叫做与师弟的聊天 其实在昨天 各位 我其实是跟我师弟一起出去吃饭 我师弟回来屏东 我上一次跟他吃饭 在屏东吃饭 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因为他都几乎在台北 好不容易他来屏东 他跟我是一样都屏东了 只不过他长期都在台北 这时候他来 他回来屏东 就找我去吃饭 我们就去 吃了那个屏东很有名的牛肉 然后我们就这边吃 就一边聊天 来讲其实我们聊很多 有聊到法术 因为他这一次 我说过我师弟在前一阵子他陷入低潮 我说过他那时候一直找我 说可不可以陪他一起出去 我就说OK 我也看到说 以他的八字来讲 他的用神靠近他的身体 他确实他的运回来了 他要好转 他自己本身他其实也懂法术 所以他就用他自己所学的这些法术 帮自己征运 他帮他自己征运 在这一种情况下 各位 你要知道一件事 他帮他自己征运的时候 最近这几个月他已经OK了 也就是说他之前的女朋友全部都跑掉了 他的女朋友跑了 这时候就回来 感情的部分就回复 然后他就说 哎呀 其实我那时候 我已经看得出来 他的运已经回来了 然而他在跟我讲说 其实他最近他也是在想说 要不要去 马来西亚考察 考察法术 来讲 他也跟我讲了一件事 他就说法术这种东西 就是真的是救急不救穷 因为他知道我的看法 所以他就只是跟我聊一下 然后我就笑一笑跟他讲 其实他在最低潮的时候 其实他四周围 就只有我还在跟他接触而已 我说过了 在之前的时候 他甚至在我面前哭 他说你要来我这边 我非常非常的开心 我就哭了这样子 就跟他 我一看到他哭 我就知道他压力很大 我就知道他压力很大 可是 他平常就是老师 他也是老师 可是他不能够跟人家讲 他那时候面临到的问题 我就陪他 我说过了 那一阵子我实际上陪他 所以就去士林夜市 就看到猫会跑到那边 那个猫根本都不瞄我 猫根本都不瞄我 我摸他他喵喵叫 他摸他 就摸的很 那个很安静给他摸 我就说他妈的 他妈的差别待遇 对不对 可是 我就那时候我已经知道 他的运回来 来讲 他的八字就是会导向他 走向 会对他有帮助 果真 现在他都已经回复正常 我们就在那边聊 我们在那边聊 然后我们就聊到 斯云居士 他说 斯云居士死的太早了 五行派的创始者 他说 我说斯云居士不是六十初死掉了 他说没有 他说其实斯云居士死掉的时候 其实他才58岁而已 我说那么早 他连60岁都没有 他说对 因为我知道他是心肌梗塞挂掉 他心肌梗塞突然挂掉 我是说 他这个 算一代宗师 虽然他八字放弃 他还是算一代宗师 我们就在那边聊 然后他就说那时候 他就是有接到 他要出病那时候 他就是 他的朋友有接到那个丹 请他们过去上乡这样 然后他朋友就问他要不要去 我就说他妈我根本不认识他 我要去干什么 所以他就知道说 斯云居士大概几岁中这样子 然后在那边聊聊聊 聊到最后 我们就讲到一件事 因为其实我们两个都过得不错 所以昨天那一顿 我们两个就吃了 1600 我们两个吃1600 然后还是 我们年纪大了 吃不了那么多 上一次我跟他吃同样的东西 在屏东 我们两个食量很大 吃了2000多 这一次真的老了 食量没有那么大 吃1600而已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聊天 我们就在那边聊天 聊了以后 我就说其实 命理这种东西你也知道 大多数都只把自己好的意见 讲给人家听而已 自己不对的那一面 都从头到尾 闭口不谈 他就说对 没错 为什么 因为他认识很多 很多的命理老师 他就说其实 大家的准度 我简单的讲 都差不多差不多烂 差不多差不多烂 为什么 为什么我是说差不多差不多烂 准确率五成上下而已 真的不是像 你们所想象的都是什么 像书里面所写的一样 像你们在影片里面看的一样 多准又多准 那都是 骗了 甚至 我们有那种大师 你知道吗 黑道老大 就来找这个大师 说我被判刑了 那你该怎么办 我有什么办法可以处理 他就 这个大师就跟他讲 做风水 风水改了 就可以了 避免掉 这种问题 黑道老大一听 OK 来 200万给你 200万是人民币 200万人民币给他改风水 一改下去 黑道一样被抓进去 这个大师赶快跑 不是很厉害吗 可是 这种事情你知道吗 不知道 可是他在 电视 他在自己的宣传里面 宣传自己的风水 阴阳风水多厉害 阴阳八字学多厉害 结果 这种东西他不跟你讲 对 这种东西他不跟你讲 你还当真很厉害 我们都快没命了 赶快跑路 所以我们就在那边笑笑 我们就说 命理师 跟我们 就差不多像我们这样子而已 遇到问题 我们也是正常人 也都是会 遇到 都是会面临的 因为他自己现在就是这样 他就说 人性 我都对人家很好 可是我就说 你终于知道什么叫人性了 我说过我师弟 他是真的 他的那个line 永远就是叮咚叮咚叮咚 然后只要两三天没看的话 就是上万条的讯息在那里 你知道吗 两三天没看就上万条讯息在那里 就是大家都要找他 他人又特别好 他就很累 他就看我 他妈的叮咚叮咚 他妈的我要睡觉就睡觉 你不要这时候吵我 就完全 我们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特质 可是来讲 我们都是靠这一行为生的 我们都靠这一行为生的 他也是 职业命理师 只不过他的学术 很多 他学术加起来十几样 不像我是很专的 我的学术就四样风水 风水、詹谱、姓名学 跟八字 你就时常只会听我讲风水跟八字 詹谱我根本不会跟你讲 姓名学偶尔想到了就讲一下 所以各位你就知道我是非常专在 一个领域里面 他是很广 他很广 他有十几样学术 催眠 我有学过催眠 我就是他们在上课我去听的 NLP 行为学 NLP 然后 八字 紫微斗数 面相 首相 相数 这个都他厉害的 姓名学 詹谱 他还会塔罗 反正还有其他一堆 神秘学 法术 这些他基本上他还会写符咒 你就知道说 他灵灵总总加起来十几项 像这一次我上北京的时候 他就是专程 就是再跑回来 你要上北京 来来来来 我跟你说 这个是大甲妈祖 在我们都知道 大甲妈祖每年都会绕境 这个就是 他的那个 压在那个教下的金 这个 你拿去 这个就是 平常的话就是平安府 假如你有生病的话 你就把烧一烧当府水喝 很有效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他这个是专程 他知道我要去北京的时候 他专程回来就拿这个东西给我 因为 那时候我在台北 所以 你就知道我们两个感情非常好 我们的感情非常好 所以就在那边聊天 然后他在讲说 人性的可悲 对我来讲 他是很正常一件事 他只是他人很好 但是对我来讲 我说人很坏 我们两个的 我们两个对人的看法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都跟他讲 你不要做到这么累 他说我没有办法 我也想要跟你一样 我说你人太好 对不对 搞到你看 那一阵子在低潮的时候 妈 所有人都离你而去 就只有我还傻傻的 因为 各位就是 我不会去挖人家的饮食 你跟我好 ok 像他就有碰到 像我记得有一次 他就是 回来处理事情 然后他朋友全部都找不到他 全部都找不到他 然后他的女朋友就来找我 叫我帮他看一下 我就帮他占卜 我就说他没事 他很快就会回来 果真他就回来 然后其实他回来 在处理他的失事 他不要 他不认 他不想让人家知道 然后他就说 就是因为某个人 让他失去了他的 所谓的婚姻 但是也因为某个人 让他又获得了 这一个婚姻 他所讲的那个获得婚姻的是我 因为我 我一看大家知道他在干 我知道他在处理什么事 只是我没有跟他讲 就是说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他应该很快就会跟你联络了 然后他也知道 他的那时候女朋友也来问我 他也知道 然后他就是女朋友跟他讲 我是给他什么回应这样子 他其实就在处理他个人的失事 然后 他那时候就是不想让人家知道 因为他就在处理他的婚姻 他把他 就那时候把他婚姻要处理掉 来讲 因为我知道他的卦象 就是他在另外一个女生旁 那个女生那一边 他的卦象是在另外一个女生那边 可是我没有跟他女朋友讲 我就说他现在是在朋友家 然后时间大概早上几点以后 应该你就可以接到他的讯息 他就 否真 就是差不多那时间就接到了 记记你要 我没有讲什么 我没有讲什么 他那时候他就 师弟就跟我讲 因为他知道我就是不会去挖人家隐私 你跟我好 我就好 我也不 我不会去挖你隐私 所以我们两个感情就是 都一直维持的很好 这一次就因为他又遇到这种事 我是用我八字的角度去帮他 所以其实我们两个感情更好 我们感情更好这样子 当然 假如说我要叫他用法术帮我 他是一定肯的 但是其实基本上我不会要求这样做 因为我说过了 我在改运的部分 我情愿用生活来帮助我 我不太用这种法术 我就是用生活来帮我自己 所以 各位我就会实际上跟你们讲 你知道你八字该怎么走 你还怕吗 就这样子而已 他当时候碰到了这一些衰数的时候 他把他自己所知道的所有的方式 除都用了一遍 他还是没有办法处理 然后我还是要透过八字 然后去看他的运势 什么时候最糟糕 什么时候要过了这个低潮 这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等到他后面情绪恢复了以后 我说过了 我看到他的运回来了 这时候他在用他自己 这一些法术的东西 才开始有效 否则他之前早就用过了 其实没有太大的帮助 所以 各位 其实 还是多多看看 关心自己的八字 什么时候是有运的 什么时候是没运的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老师走的叫做生活派 我师弟走的是比较 法术 技术派的这一类 所以 昨天我们在那边聊 吃 当然到最后 就是 一起在那边聊说 你最近根本有没有看过什么好看的电影 还是漫画 我介绍给他 一样 为什么 要记得 人 他是要有休闲的 不是永远都是在学习 那个 只有进没有出的话 是会闷死的 你要不要解 那是会闷死的 所以各位 应克食伤 就是有进无出 各位 我是有碰过应克食伤死掉了 过了 只进不出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 当你很认真学习 还是一样 要适度的休息 所以昨天吃完了以后 我们吃完饭我回来 其实已经是8点多了 8点多 然后我东西用一用 9点 然后我肚子又不舒服 睡了 就昨天我就 没有 没有开直播 今天 老师又回复正常了 就早上一早出门 大概5点半回到家 开个直播 跟各位聊聊天 要跟各位讲 不要把自己绷得太紧 了不了解 有的时候 该放松就放松 老师也时常在放松 对不对 时常在滑手机 时常在看 看追剧 对不对 生活过的是悠哉悠哉的 该认真就认真 所以 这就是我昨天在跟我师弟在那边聊的 一些情况 就是很多东西 当你的运没有到的时候 你的运没有到的时候 你再怎么去用法术来帮你 都有限 可是当你的运 回复的时候 那就加成了 那就是加成了 所以昨天 他在跟我讲的时候 我们在之前都说我师弟在滴潮 你们有看过我在直播里面讲 跟著他去夜市 这一些 爬山 然后我就说 我在夜市看到什么 所以我就会判断说 他的运已经回来了 这些都是什么 实务经验 你有那个经验 你才有办法判断 所以我一直都 跟你们讲 你们一定要有实务经验 了不了解 你们一定要会去批命 然后有累积这些经验 你才有办法去判断说 这个人到底他有没有回运 还是依旧死气沉沉